当你站在一座火山脚下,影望那高耸入云的山巒时,你是否会感到一种神秘的境外? 火山,这个地球最强烈,最剧烈的地质现象之一,表面看似沉默不语,但其深处却隐藏着一场持续不断的能量运作。 它们不仅塑造了地球的地貌,环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气候、文化和生态。 今天,我们就要带着这份好奇心,一步步揭开火山背后的秘密。 要理解火山的秘密,我们必须先弄清楚,火山到底是什么? 火山并不是地表上的一座普通山,而是地球深处能量的出口。 地球由内到外可以分为核心,地面和地壳三层。 地壳,地球的最外层,厚度相对较薄,由岩石组成,是我们居住的地方。 地面,位于地壳之下,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的岩石处于半融化状态。 形成所谓的岩浆,这里是火山活动的能量来源。 地核,地球的核心,分为外核和内核,主要有铁和镍组成,温度极高。 在地漫中,当岩浆因压力作用挤上地壳,找到出口时,就会以熔岩。 火山灰和气体的形式喷发到地表。 火山,就是这个过程的产物。 科学家将火山比喻为地球的呼吸口,因为它们释放的不仅是熔岩,还有地球内部的气体和热量,正是这种持续的呼吸,让地球成为一颗活跃的行星。 火山并不是随机出现在地球上的,它们的分布与地球表面的板块运动密不可分。 地球的地壳被分为多个巨大板块,这些板块在地漫的对流驱动下,不断移动,碰撞或分裂。 火山通常出现在板块边界地区,主要有三种类型。 聚合型板块边界,当两个板块相互碰撞时,一个板块会被推进地漫内融化,产生岩浆。 这些岩浆可能通过地壳的裂缝涌出,形成火山。 这类火山常见于环太平洋火山带,如日本的富士山。 分离型板块边界,在某些地区,板块会分离,形成裂骨。 地漫中的岩浆沿裂缝出,形成火山活动。 比如冰岛的火山群,就位于大西洋中洋脊上。 热点火山,有些火山并非出现在板块边界,而是出现在板块中部。 这是因为地漫中存在局部高温区域,成为热点。 夏威夷火山群就是热点火山的典型例子。 火山并不是都以剧烈喷发的形式出现。 根据岩浆的性质和喷发方式,火山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。 顿撞火山,顿撞火山具有宽广缓和的斜坡,看来就像是一个盾牌。 这类火山的岩浆呈低粘性,流动性强,因此喷发较为温和。 熔岩能够流出很远的距离,形成低矮宽广的火山体。 夏威夷的茂纳罗亚火山就是典型例子。 层撞火山,层撞火山外观多为对称的锥形。 它们通常由多层火山碎屑和熔岩交替,不断堆积形成。 这类火山的岩浆粘性高,喷发时长伴随剧烈的爆炸。 像日本的富士山或印尼的梅拉皮火山。 火山穷秋 火山穷秋常见于火山口内或火山的侧翼,是一种圆顶状的凸起。 如中状、馒头状等,熔岩极为粘稠,几乎无法流动。 因此会在火山口附近堆积成圆顶状。 这类火山的喷发往往剧烈且危险。 例如美国的圣海伦火山。 火山喷发看似随机,但其实是一个能量积累与释放的过程。 火山喷发的关键在于地下岩浆库的压力。 如果地壳过于薄弱,火岩浆库内压力过高。 岩浆就会突破地壳,导致喷发。 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,而可能需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能量累积。 火山喷发还取决于其管道是否畅通。 如果火山口被冷却的熔岩堵住,岩浆就会被迫继续在地下积压,直到压力足以撕裂地壳。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沉寂已久的火山,往往会爆发得更加剧烈。 岩浆中溶解着大量气体,如二氧化碳和水蒸气。 随住岩浆上升,压力减小,这些气体会迅速膨胀,最终引发爆炸。 有时候,地震或临近火山的喷发,会充当触发气,导致原本沉睡的火山突然苏醒。 这种现象尤其常见于板块边界的火山群中,火山不仅改变地形,环队气候产生深远影响。 火山喷发时,喷出的火山灰和气体会进入平流层,形成火山云,遮蔽阳光,导致地表温度下降。 例如,1815年坦伯拉火山的喷发,导致次年被称为无夏之年,全球多地发生饥荒。 火山喷发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会加剧温室效应,而硫化物则会与大气中的水分结合,形成硫酸气溶胶,反射阳光,进一步降低气温。 这种短期降温和长期升温的结合,使火山成为气候变化的双刃剑。 从长眼看,火山活动还为地球提供了大量的二氧化碳,支持植物的光合作用,对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。 火山虽然已毁灭著称,但它们也为生命带来了许多意外的恩赐。 火山喷发后,熔岩逐渐分化为矿物质丰富的土壤,为农作物提供养分。 例如,叶尼和意大利的火山地区,正是因火山土壤的肥沃而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。 海底火山喷发释放的化学物质,为深海热液环境中的生物提供了生存条件,成为地球早期生命起源的重要场景之一。 火山活动还赋予了人类丰富的资源,例如地热能、火山食材,甚至是观光收入。 许多火山地区因其壮观景色,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圣地。 现代科技让科学家能更好地监测火山活动,从地震活动到气体排放,再到地壳变形。 虽然预测精度仍有限,但这些技术已经挽救了无数生命。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,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火山活动,如何与全球碳循环相互作用。 选择减缓气候变化的新方法,随着火山旅游的兴起,我们需要在开发火山资源的同时,保护其独特的生态系统,确保这一自然奇观能够世代相传。 火山的背后,是地球内部动力的体现,它们既是毁灭的象征,也是地球生命力的来源。 对人类而言,火山是一个值得畏惧,但又需要理解的对象。 未来,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,我们对火山的秘密将有更深入的了解。 或许有一天,我们能真正预测每一次喷发,将火山的危险转化为机遇。 毕竟,在这个容颜深处的秘密世界里,还无数谜题等待人类去解答。 好啦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趣,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,记得点赞留言告诉我们,你还想了解哪些话题,我们下次见啦。